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质通鉴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个故事 当时的晋国以智氏家族最为强大 最初真正掌握晋国实权的是智氏家族 智氏的实力远远超过魏赵韩三家 可是富有戏剧性的是 最终这个实力雄厚的智氏家族却被魏赵韩消灭了 而魏赵韩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 从而形成了三家分禁的局面 智氏家族的失败就是资质通鉴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 司马光也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他的独特用人观 那么实力雄厚的智氏家族 究竟是如何败给了相对弱小的魏赵韩的呢 我们从智氏的失败教训中又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敬请关注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精彩品读资质通鉴第二集 用人有学问 资质通鉴的开头 他的第一句话 出命晋大夫为私造极韩前为诸侯 这里交代的他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桩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 三家分禁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晋国曾经一度是一个大国 曾经出现过像晋文公这样的春秋五霸之一 但是这个晋国发展到后来呢 他这个权力啊越来越集中集中到几个大家族的手里面 到最后变成魏赵韩这三个大家族控制着晋国的政权 晋国的国军手里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 在魏赵韩这三家有足够的能力瓜分晋国之前 在晋国还存在着一个比他们更加强大 更加有实力的家族 智氏家族 最初掌握晋国实权的其实是这个智氏家族 只有等到魏赵韩把这个智氏家族给消灭了之后 他们才有可能去瓜分这个晋国 那么这个强大的智氏家族是怎么被相对弱小的魏赵韩给消灭掉的 这就是资质通鉴所讲述的第一个完整的故事 而且从智氏家族的失败 从这个故事里面 司马光还总结出了一套非常有特色的人才观 代表着司马光的一种人才观点 那么这个故事呢 它是从智氏家族挑选继承人开始讲的 智氏家族老一代的领导人 智轩子 年纪大了 觉得得在自己的几个儿子当中挑一个来继承自己的这个位置 看来看去呢 他看中了一个叫寻瑶的儿子 他认为这个人能力非常好 所以决定想让他来继承自己 但是这个观点一旦表达出来之后 智氏家族另外有一位长老名字叫智果 就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你立寻瑶啊 还不如去立另外一个叫寻瑶的 为什么呢 而这个智果他就评论到 他说 寻瑶这个人啊 瑶之贤于人者武 其不逮者一眼 说寻瑶有五个非常明显的优点 不错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我们粗一听智果这个话就觉得不太能够理解 你既然这个人他有五大优点 缺点呢 只有一个 我们俗话所云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他有这么多优点 但是只有一个缺点 你为什么反对他来做这个继承人呢 你理由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一下 智果他所指出的 这个寻瑶他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寻瑶这个人有什么优点 说寻瑶这个人啊 美兵长大则贤 舍欲足利则贤 技艺必己则贤 巧闻辩慧则贤 强义果敢则贤 这五大优点 用我们今天的话简单概括一下 寻瑶这个人首先 这个人长得很帅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啊 说这个人 空无有力 古代的很多贵族男子啊 他天生都是战士 在射箭 驾驭战车 这一方面 武士的素质方面非常优秀 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 说这个人多才多艺 第四个优点 长于文词 而且口才很好 第五个优点 做事情非常果断 有行动力 而且很有毅力 那么我们看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啊 我们前面所举的五大优点里面 任何一个人 你只要具备当中的两三项 那已经完全是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了 更何况 他有这么五项巨大的优点 现在今天有很多女白领找不到对象 对吧 我要是给你介绍这么一个 十有八九 很多人是非嫁不可的 那么治国为什么认为 这么优秀的一个人 他没有资格来做 知识家族的继承人呢 这就牵涉到他有一个缺点 治国说这个人啊 卢氏而胜不仁 优点是有的 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这个人缺乏仁爱之心 比较残暴 仁爱之心真的这么重要吗 因为缺乏这一点 就可以把前面这五项 这么明显的优点 都抵消为零吗 我们说我们平时为人处事的时候 作为我们一个个人 如果你是有人爱之心的 是有爱心的一个人 那么你可以跟周边的人物啊 各种事情啊 这个处理好关系 这样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啊 它是整个的渊华而畅通的 那么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 仁爱之心 它的价值就更加重要 尤其是在一个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领导岗位上的人权来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何以见得 我们就以这个知识家族为例 我们刚才介绍过 知识家族在当时 它是整个晋国最有实力的家族 所以知识家族的这个领导人 这个掌门人 他肯定就掌握着非常丰富的政治上的 军事上的和经济上的资源 他可以随时调动几万 甚至几十万人的军队 那么如果这样一个人物 他一旦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个灾难是非常大的 可能直接就影响到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人的性命 智国他分析寻摇 说这个人啊 福以其五贤灵人 而以不仁行之 其谁能待之 而如果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如果想去做一件坏事情 去做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能力不足 这个破坏性可能还小一点 但问题如果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 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坏事 这坏事也一定比一般人做得更坏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心眼不好 没有人后之心 那么这个能力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破坏力 如果他凭着这些能力 仗着自己的势力去欺负别人 有多少人能够挡得住他呢 这是智国对于寻摇的一个判断 智国认为 如果你让寻摇来做知识家族的领导人 凭他的这种性格 时不时的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去欺压别人 去欺负别人 很有可能会把其他几个 也有同样有实力的家族给惹恼了 说不定人家联起手来就把你给消灭了 智国认为 寻摇不适合做继承人 关键的点在这个地方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寻摇当上了智氏家族的领导人 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智氏家族的悲剧命运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请继续关注 江鹏品毒资质通界 虽然智国分析的头头是道 可是智轩子最终却并没有听从智国的劝告 还是选择了寻摇作为智氏家族的继承人 那么事情真的会像智国担心的那样发展下去吗 寻摇的这个缺点 真的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量 最终导致智氏的覆灭吗 当寻摇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之后 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那么自治通界里面就集中选择了几件 能够体现这个人为人不仁 品格不端正 围绕着他这几个特点 选取了几件事情 来讲述寻摇这个人 认为最后智氏家族负命的命运 跟寻摇的这些举动是有直接联系的 有一次 寻摇和另外两个家族 一个韩式家族 一个魏式家族 两个领导人 这个韩康子和魏环子 一起饮酒宴会 喝喝酒聊聊天 在这个宴会的过程当中 寻摇居然就当众的羞辱了 这个韩康子 让人家下不来台 当然韩康子非常气愤 就回去了 当知识家族当中 另外一位长老式的人物 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 就批评寻摇 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人家也是堂堂一个家族的领袖人物啊 你怎么可以当众羞辱人家呢 小心人家 怨恨你而采取报复措施 你要早做准备 但是你看寻摇怎么回答他 寻摇的回答就把他个人这个性格暴露无影 寻摇说 难将有我 我不为难 谁敢心知 难道向人发难的权利 不是掌握在我手里吗 我不去为难别人已经是 这个天大的好事 别人还敢来为难我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把这个寻摇自高自大 刚愎自用的形象 活脱脱的显现出来 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老子天下无敌手 我可以随便的去欺负别人 但是就是没有人可以来欺负我 这样一个性格 这样一种为人 这还不算完 没完 然后呢 接着他又去这个向韩康子索要土地 韩康子觉得凭什么 我凭什么无缘无故的把我的土地给你 这个时候 韩康子身边有一位高人 有一位摩世就跟他说了 他说你看 寻摇这个人 刚愎自用 贪婪残暴 如果他的欲望在你这得不到满足 很有可能会发兵来攻打你 如果你现在忍受一下委屈 给他一块土地 然后寻摇他就会觉得 原来向别人索要土地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讲一句话 这个一块土地就来了 他会更加的自高自大 更加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然后呢 随后就去会继续向别人去敲诈 去索求 这个时候说不定 知识家族和其他家族之间 如果有人不肯给他这个土地的话 双方就会发生冲突 我们到时候坐山观虎斗 静观其变 择机而行 说不定有能 这个有机会 把知识家族给绊倒 韩康子一听 很有道理 于是就把一座非常富庶的城池献给了 寻找 寻找果然得到这座城池以后 更加的自高自大 更加的这个盲目的认为 没有人敢跟他作对 于是就继续去向这个魏氏家族的领袖 魏环子要土地 魏环子一开始也不肯啊 凭什么 魏环子身边也有高人 就跟这个魏环子说 我觉得你还是把土地先给他 为什么 你看寻找这个人贪得无厌 如此盛气凌人 如果说他在问我们要了这块土地之后 继续再向其他的家族去要这个土地的话 我们这些人啊 包括其他的这些家族 因为对于寻找具有一种恐惧心理 畏惧心理 也有一种担忧的心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团结在一起 因为这个对自私家族的仇恨 对寻咬的仇恨 这个仇恨可以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而寻咬呢 他因为这么容易啊 这么这个轻易的就得到了别人的土地 他会更加的骄傲 一骄傲就会轻敌 我们这边是因为啊这个畏惧恐惧团结在一起 他这一边因为骄傲而轻敌 啊这样呢 我们团结起来就有机会把他给打倒 如果一旦把他打倒了之后 不仅原先失去的土地 你可以拿回来 而且还可以刮分更多的土地啊 古人有云 将欲取之 必顾欲之 你想从他事儿得到好处 你先给他一点甜头尝尝 这么一个道理 魏欢子一听 也觉得非常有道理 很高兴 就把这个一座非常附属的城池 又献给了熏瑶 熏瑶呢 连着两次 非常轻松的就得到了 两座非常繁华附属的城池 觉得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我轻轻放一句话 两座城池就来了 于是就变得更加的盲目自大 自高自傲 但是 殊不知 沉迷于这样一种虚假的成功 才是一种真正的失败 是一种非怕的失败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别人现在打算干什么 你认为你自己很成功 其实 有很多其他的家族 正在一边虎视眈眈 继续势力 准备等待机会一波 熏瑶完全没有察觉到 可以说是历令至婚啊 熏瑶这个人 然后他问韩家要玩土地 问魏家要玩土地之后 接着就问赵家去要土地 认到这个赵家 这一次终于碰到一个印查 赵氏家族这个领导人啊 赵襄子 稍微有点认头青 身边没有高人 没有人给他出主意 没有人给他提意见 赵襄子 坚决不肯给 凭什么你说问我要土地 我就给你 熏瑶非常生气 这次就被激怒了 他觉得你看 我之前问韩家要 问魏家要 人家都很爽快的答应了 你凭什么不给我 他不是反省 不是反省自己说 你凭什么问魏家去要土地 没有这个反省意识 而就觉得 我在别人这儿占好处 顺手就来 想占多少好处 就是多少好处 凭什么到你这儿 你就不让我占好处 这是你的不对 赵襄子这儿呢 也就觉得 我凭什么 非得把这个土地给你 于是两家相持不下 兵龙相见 熏瑶就带领着军队去攻打这个肇事 因为这个知识家族的实力太强大了 照相子不敌 所以就带着一帮随从啊 左右的人就跑到一个叫静阳的地方 闭关自首 熏瑶呢就通知这个魏家跟韩家 通知他们两家带领军队一起来合围 一起来围攻这个静阳 为了赢得这个战争 熏瑶掘开了静阳城外的一条河道 用水啊来灌这个静阳城 试图用水把这个静阳城给淹没 那么到这个最后的时候 这个水势啊 涨得非常高 水势只要再往高涨六尺 整个静阳城就会在 全部淹在这个水底下 形势比较危机 对于这个造势来说形势比较危机 而对于这个熏瑶来说呢 他觉得胜利在望 胜券在望 于是就带着韩康子和魏环子 一起去视察水情 在这个视察水情的过程当中 熏瑶讲了一句话 他说 无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用水啊 可以攻破一座城池 可以去覆灭一个家族 魏环子听了这句话之后 悄悄地用胳膊手 顶了一下在边上的这个 韩康子 韩康子察觉到之后呢 也没有说话 偷偷地用脚踩了一下 魏环子的脚背 两个人打了一个暗号 但是谁也没有发声 谁也没有言语 但是相互之间已经心领神会 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等于说是打了个雅弥 他们打的是什么雅弥 史书上啊 他是这么解释的 以风水可以灌安逸 降水可以灌平阳也 怎么理解 安逸 他是魏氏家族的重要城市之一 而平阳呢 他是属于韩氏家族的根据地之一 这个时候 雄弥他说 可以用水来攻破一座城池 可以用水来覆灭人家的一个家族 而恰恰在这个 魏氏家族的安逸边上 有一条河流叫焚水 而在韩氏家族的这个城池 平阳边上有一条河流叫做降水 今天 雄弥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对付造势 可以用水来淹没静阳城 如果有一天 雄弥对韩家不满意了 对魏家不满意的 他同样可以用手段怎么样 绝开冯水来灌安逸 绝开降水来灌平阳 所以 韩康子跟魏环子 他是从造势家族的命运上面 看到了自己的缩影 生怕自己有一天会重蹈造势家族的负责 今天 熏瑶他用这个方法对付造势 明天就很有可能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韩氏或者魏氏 所以这两个人偷偷地做这么一个小动作 相互提醒 马上心领神会 意思就是说 小心点 他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圣圈在握的巡摇最终却一百涂地 这样惊天逆转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出于上风的巡摇为什么会失败呢 请继续关注江鹏品毒资质通鉴 赵氏家族 赵氏家族危在旦夕 魏函两家似乎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以巡摇的为人和性格来看 灭了赵氏家族 巡摇会更加的目中无人不可一世 魏函两家的命运也的确是堪忧 可是现在的形势却不容乐观 形势对赵氏非常不利 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赵氏无力回天的时候 局势却发生了惊天的逆转 最终不可一世的巡摇一败涂地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视察完水情之后 因为巡摇讲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韩康子跟魏桓子呢 是忧心忡忡 面带忧虑的回到军云去了 在这个路上啊 半路上碰到了巡摇一个手下 巡摇这个手下名字叫做痴刺 这个痴刺一看魏桓子跟韩康子这个神情 马上回去找到巡摇 跟巡摇说你要小心一点 魏函两家很有可能要造你的烦 何以见得 啊 巡摇说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造我的烦啊 痴刺跟他分析说 你看 我们智氏 我们智家跟韩魏两家约定 共同来消灭这个赵家 约定了 消灭完赵家之后 我们三家共同瓜分他们家族的土地 他们韩家魏家和我们智家各得一份 那么现在的情形是什么 现在的情形 这个水势再高六尺进阳城就要被淹没了 造势必然灭亡 造势灭亡之后就意味着韩魏两家可以分土地啊 这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啊 但是他们两个人脸上一点高兴的神情都没有 反而是形色匆匆面带幽据 说明什么 说明心里有事情啊 心里有什么事情啊 就是担心 叫兔死走狗喷 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冲到赵氏家族的负责 所以啊 赤次分析他说韩魏两家很有可能已经在暗地里策划 要造你的反了 但是谁知道这个寻谣这个人自高自大的性格又一次的暴露出来 不仅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不仅不去做防备 反而在下一次见到魏环子韩康子的时候 反问他们 说 听说你们两个要造我的反案 有没有这个事情啊 魏环子跟韩康子一听大惊失事 心想 我们心里想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了 但是嘴巴上不能承认 所以赶紧辩护 赶紧为自己辩护 说哪有这样的事情 这一定是他们赵氏家族收买的人来游说 替他们赵氏家族游说 然后希望用这种方式挑起我们的不和 挑起我们的矛盾 引得我们内讧 然后呢 就可以懈怠于去攻打他们赵氏了 这一定是赵氏家族 收买的人 才会讲这样的话 辩护完之后就 神色聪聪的就又走了 但是 寻谣这一下叫做什么 叫做打草惊蛇 本来韩魏两家心里面就疑虑重重了 然后被寻谣这么一问 就觉得就担心自己密谋的事情迟早会爆发 迟早寻谣会把这个矛头指向他们两家 所以更加的忧虑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 赵湘子也派了一个水性比较好的人 游过城外的大水来找到了韩康子跟魏环子 跟他们两个人说 你看寻谣这个人 如此的不仁 毫无道义可言 如此的蛮横 今天是消灭我们赵家 等消灭完我们赵家之后 下次该轮到的就是你们 其实赵湘子的这个使者 说讲的话 正是韩康子跟魏环子心里所担心的 所以三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制定计划 预定日期 准备共同来对付这个知识家族 共同来对付这个寻谣 那么大家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啊 熊瑶一开始是挖靖阳城外的河道 来灌这个靖阳城 那么这个水如何把它续住 用来灌这个靖阳城而不流走呢 那么可想而知 这个你必须在这个大水之外啊 另外住一条非常高非常大的堤坝 才能把这个水给续住 然后呢利用这个水来淹没这个靖阳城 所以当时的情形一定是这样的 整个靖阳城呢 它是被围困在最中间 最中心 然后在这个靖阳城的外围 是滔天的大水 在这个大水外面呢 还有一条非常宽非常大的堤坝 是用来蓄水的 而知识家族和韩式家族 卫式家族 他们三家的这个军队啊 只能驻扎在这个堤坝之外 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赵湘子就派几个人游过这个大水 到了这个堤坝上面 把巡洋派来看守这个堤坝的军事给杀了 然后在面向知识家族 他们这个军队的方向啊 在这个堤坝上面歪到绝口 这样一来 这个大水它反而怎么样 往外涌 往外灌 冲垮了知识的军营 然后呢 韩卫两家从两亿开始夹击 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 巡洋被杀 整个智氏家族就此足灭 之前智果的这个预言应验了 智果啊 他在分析巡洋这个人的时候 说这个人啊 因为他不厚道 缺乏仁爱 是不适合坐在领导岗位上的 不适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领导岗位上 这一点其实在后来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表现的非常明显 你看巡洋这个人啊 一贯的自高自大 一贯的蛮横无礼 不仅当众羞辱其他家族的领袖 让别人颜面扫地 而且呢 无缘无故向别人去索求 索求土地 索要诚实 不仅让别人颜面上有损失 而且让在经济上有实际的损失 尤其是他最后对待这个造势家族 水淹靖阳城 差一点点把这个靖阳城给淹没 差一点点把造势家族给灭亡 等于说是把别人逼到了一个濒临绝灭的墙角 不反抗不行啊 逼得别人 最后 几个一直以来受知识家族欺压的家族 同因为同病相连而联手作战 最后这个整个战争的格局发生逆天翻转 原本胜券在握的这个知识家族 最后反而遭受了灭族的悲惨命运 这看上去带有一定的戏剧性 这个翻转的太快了 整个是一个逆天翻转 但是在治国看来 寻咬的性格其实已经决定了知识家族的命令 这是必然的 你挑这么一个人在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导岗位上面 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 这是治国早就做出的一个判断 魏文侯手下的大臣毫不客气的指出了他的缺点 魏文侯大怒 他会怎么处置这个不实实物的属下呢 敬请关注江鹏品读私质通鉴之 魏文侯的成功指导 知识家族的失败 是司马光的资质通鉴记载的第一个完整的故事 而通过知识家族的故事 司马光也向我们传达出了他独特的人才观 才能和品格到底哪个更重要 我们从司马光的记载来看 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 如果熏谣能够收敛一点 稍微懂得一点点反省 那么他至少有两次机会 可以避免让知识家族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这两次机会他都错过了 哪两次机会呢 首先第一次 当他在宴会当中当众羞辱韩康子 就有人批评过他 说你这样欺负别人是不对的 而且你应该做好准备 防止别人对你怨恨而采取报复 这个时候熏谣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更没有好好地反省自己的适当之错 这是第一次机会 他失去了 第二次机会 当他这个手下吃字 已经观察到 韩康子跟魏环子这两个人心怀意志 来提醒熏谣的时候 熏谣还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你看 韩康子跟魏环子这两个人 破移熏谣的淫威 不得不带领的军队 跟他一起来攻打造势家族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 对这个熏谣是充满了恐惧 充满了愤恨 也有着强烈的吐死狗喷的担忧 这种心态反映在脸部 反映在面部表情上面 被吃吃 洞察无疑 然后吃吃去警告这个熏谣 说你这个事情你要小心 但是熏谣这种刚愎自用 这个一贯以来的这种骄傲自大 缺乏人爱心的这样一种心态 表现在最后的这个处事绝机上面 使得他没有把握出这次机会 我们看熏谣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喜欢到处树敌 却又从来不把敌人放在心上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失败呢 司马光他在资质通鉴当中 对熏谣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评论 他说熏谣这个人 智博之王也财胜德也 这里的智博指的就是熏谣 讲的是同一个人 他说熏谣啊 所领导的这个智氏家族会走向父王 走向灭亡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熏谣这个人有才能却没有德行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缺德 这是他们家族灭亡的最重要的原因 从智氏家族的覆灭 这个故事当中 司马光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带有司马光个人特色的这个人才观点 司马光他认为 才华和品德是都是作为人才所必须要有的素质 但是相比之下 司马光认为这个德行啊 这个品德比才华要更加重要 根据这么一个原则 司马光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叫做德才兼备 品德也很高尚 能力也很强 这样的人属于圣人 两方面德和才都非常出色 第二个等级 品德非常好 自我修养非常好 但是呢 才能和品德比呢 稍微差一点 这样的人属于君子 第三等人 非常有才华 才能很强 但是呢 没有品行 缺乏品德 这样的人 司马光称之为小人 还有第四等人 是既无才能 也无品德 什么都没有 司马光称之为愚人 那么在碰到该用人的时候 碰到选拔人才的时候 这四等人 该如何取舍 如何排序呢 司马光他说 凡取人之术 苟不得圣人君子而欲之 与其得小人 不弱得愚人 司马光说 你如果要用人的时候 如果没有圣人 和君子可用 宁可用愚人 不要用小人 圣人当然就那么几个 几千年才出几个 对吧 哪里说你想要用人的时候 马上就能够碰到圣人 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君子呢有一些 但是呢 也不会时常都有 你去一个岗位缺了 然后就马上有君子给填补上 也没有那么多君子 那么怎么办 司马光这个观点 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点啊 是格格不入的 甚至可以说 跟我们当代社会的这个价值导向啊 是背道而驰的 为什么 我们今天的人更加强调什么 强调进取 强调创新 所以更加重视的是人的才华 司马光的观点恰恰相反 他说 在用人的过程当中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品德 如果说是一个有才能却没有品德的人 千万别用 宁可去用那些没有品德也没有才能的人 为什么 让我们今天的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 那么司马光的理由是什么呢 司马光他说 协财以为善者 善无不质疑 协财以为恶 恶意无不质疑 与者虽欲为不善 智不能周 利不能胜 记录 卢狗博人 人得而治之 小人治 足以遂其间 永足以绝其报 是忽而易折也 其为害 岂不多哉 这才华这个东西 当然它是一个好东西 你如果用它去做好事 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当然相反 如果你用这个才华去干坏事 你也能比一般的没有才华的人干得更坏 对于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来说 他的智商 他的能力 都不足以让他做的事情构成强大的破坏力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 司马光所称为的愚人 这样的人来说 他如果想去做坏事情 没有智商 没有能力 就想什么 就想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狗 他要去咬人 人一下子就把他给治住了 他想破坏破坏不了 但是那个小人不是 小人缺的是品德 有的是才华 他的智商 足以让他想出一套破坏性的好方法 他的能力 足以让他去实践他这一套坏的想法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是一只有翅膀的老虎 卢虎天一 有足够的能力 有足够的决断力 有足够的行动力 有足够高的智商 所有的才能都转变成为一种破坏力 这样的人更加可怕 所以司马光他这个结论看上去 跟我们今天人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你看看司马光这个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说司马光他其实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最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之一 那么保守主义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保守主义思想家他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先不是问说你这个事情有多大利益 而是先问什么 而是先问你做这个事情能够带来多大害处 先把这个害处给想明白了 尽量减少害处 跟我们今天人的看法又不一样 而我们今天的人看到一件事情 要做一件事情 往往先问这个事情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 至于害处 只要是你这个不在眼前的 在现在凸显不出来的 甚至可以放一放 其实我们冷静下来 你仔细的想一想 司马光的这些观点 看上去很迂腐 看上去这个有点俘虏的这个味道 很酸腐 但是你把眼光放远 把眼光放长 司马光讲的这个东西没有道理吗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司马光的这个思想 对于我们当代社会还是非常有价值 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一些偏差 很多时候我们光顾着眼前的利益 不去看长远的危害 很有可能这个长远的危害 根本是你现在的利益所支付不了的 到时候灾害到你眼前了 你买不了这个单 太注重眼前的利益 司马光的思想 恰恰是对我们这种想法的一个补充 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意 那么司马光在知识通鉴里面讲的 这么第一个完整的故事 可以说是塑造了巡摇这么一个失败的政治领袖形象 那么在知识通鉴的前面这个部分当中 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 非常优秀的非常突出的成功政治领袖的形象呢 轻轻下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